栩栩如生的海龟漫游在捷运车厢里的热带鱼 张良瑞这幅曾入选为全国百号油画展银牌奖的剧作 是结合了海陆的异象 以交错的空间诠释自己对台东故乡 与异乡城市的生活经历与故事 非常的细致 可以看到非常 它非常富有想象的空间 然后对色彩的运用也非常的到位 非常精准 你会觉得说 这个光影的感觉 好像真的深入其境的感觉 人的一生短短几十安住 包括我也做创作 那我一生追逐什么 我追逐的就是一个灵魂的高度跟向度 那我对孩子的起习也一样 深受林慎贤老师的影响 一份对土地的认同与环境观察 酝酿出张良瑞的生命态度与作品取向 尤其返向后发现台东的景物变了 自己的心情与视野也不一样了 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也喜欢这个地方 我想要在这边经营起来 让台东的艺术的质感能提升 这样子 让台东人能看到更多 年轻人愿意在这个地方 继续投入自己的创作 发展艺术 当然也是希望有能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这次各展集结了张良瑞历年来的作品 包括大学时期的写实风格 研究所阶段自由丰富的构图变化 还有看似油画的油性粉彩创作 都是颇具个人风格与创意的作品 新长亚太电视 廖立芬台湾台东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